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04月16號 下午1點鐘 那今天這個來閒聊一下 我的小號跟主號在玩這個抽卡 去年龍冬節都沒有那麼費喔 這一次我的小號跟主號大概都要抽到大概30抽左右才會抽到 然後你看這小號第3層又走到這個狀況了 那那個什麼 要不是官方有出包啊 小號大概就是第2層 其實小號本來預期也是走到2層 然後主號因為有買那個每日禮包是4到第1層 好 然後這個感恩生日會啊 第8天應該結束了吧 第7天啊 那個一般玩家就是建議選獅子或是塔西 奧斯卡我覺得後期很值得期待 但是以目前的機制沒有改的話 你可能抽到奧斯卡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培養下去了 因為藥光有太多要練的 所以這部分就是一些 之前提過的抱怨喔 就是如何讓玩家能夠獲得新角色 不然我們可能玩了半年之後 大家還是在討論藥光三寶啊 然後綠玉的基本隊啊 然後獅子 滿血就還是要先練獅子啊 然後那個亡靈還是女妖之遠生喔 奧登就很強 但是也是沒有一個獲得奧登的一個那個方式 所以我也還在等就是有沒有辦法可以獲得一些新的角色 剛剛講的那麼多抱怨啊 其實是稍微 稍微是有些灰心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東西 生日狂歡左下角 兩天19小時 雖然是 就是感覺上蠻灰心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東西 生日狂歡歐氣降臨 普通卡池單抽50張 好我的信息又回來了 這個東西真是 真是太香了 雖然我的主號可能不是那麼欠了 但是這個東西對小號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我覺得官方還是有在認真做啦 所以剛剛講那麼多抱怨就 好吧你也來入坑玩一下劍與遠真吧 這個50抽實在是太香了 好我們來領一下 50抽 50抽是真的很大方 50抽我們來算算看這個價值多少錢 我們用一般便宜的這個週禮包來算 150塊錢是5抽 50抽就是1500塊 所以這個一送就是送了1500塊的台幣的這個份量 所以除了真香還是真香 那再來就是說 之前也有那個什麼製作人的那個禮包 3000賺啊然後1000賺啊 所以說最近真的是平平的送 然後1.37版 這個這個新風服下午3點就會更新了 那這一次更新的話 其實 大概就是錄一下就是 這是戰士的調整 看看戰士可不可以因此而獲得一些改變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角色影響不會太多 所以說昨天就沒有即時錄這個影片 然後奇境太閒也是每一次都會出 那更新時間是在4月21 4月21是我生日 好 那上一次的那個奇境太閒大獎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被大家嚇到一個魔爛 60個子靈魂石 真的是 好 真的是 可是沒關係 我們有這個東西 還是很香 好 那小號那個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非洲 這個溪谷遺地 溪谷遺跡 好我現在有4抽 4抽 這應該怎麼抽呢 那就把中間的4個拿掉好了 1 2 3 4 好終於有了 你看剩下幾個剩下36個所以說大概就是30個嘛對不對好 OK好終於過了 第四層我覺得小號大概是沒有什麼機會抽到啦 那我的兩個耀光的肥料已經拿到我可以準備推20張了 那這個肥料拿到了我要拿什麼呢 因為小號的目的要上五白嘛 五白的話我可能會選擇我的綠玉 我的亡靈已經有一個女腰白了 那就 那就 綠玉吧 不過這個可能也是中不了 那我們來抽50抽吧 小號能夠玩到三層已經算是滿足了啦 然後看這沒什麼可以買 紫靈魂石可以買一下 然後裝武材料也買一下 粉塵也給他買一下 粉塵其實還好 因為現在是卡角色 快樂的50抽 50抽可以獲得一些裝武的材料 所以這50抽真的很香喔 好我們來先抽一下吧 看一下我的心願清單 小號為什麼會把色恩跟那個 李格比放進去 因為我的靈魂石不知道為什麼開出這兩隻喔 所以我打算抽到這一隻之後 然後把他合成紫家之後 再把新聞清單更新下來 然後就是讓一個紫家的色恩 或是紫家的李格比 變成肥料這個樣子 那這個伊莎貝拉也是一樣 他莫名其妙那個靈魂石開了一隻 所以我就 看看能不能夠再抽一隻 然後把他變成紫家 然後當成肥料吃掉 大概就這個樣子 我們就直接來開抽吧 好 第一個10抽 沒有中正常 最近看到很多貼什麼 中個兩指三指 不知道機率有沒有增加 好 再來抽 第20抽 有了有了 還是只有一隻而已 大老鷹喔 大老鷹應該不錯啦 起碼比那個前期的什麼盧米蘇好 我覺得大老鷹的用途 應該是比盧米蘇好 但是如果說要培養到後期的話 薩菲亞女王是一定要練的 所以說基本上 前期支援不夠的話 就是專心投資薩菲亞就好了 因為他在種族塔也用得到 好 然後再來我還有30抽 所以一定會中一個保底 就把他抽完吧 好 10抽不中正常 20抽 20抽就有了 漂亮喔 不會吧 怎麼都是蠻血的 OK 好 再來 沒有了 有耶 10抽又有耶 算不錯 算不錯 Iron OK 那個在那個 高階換得到 所以說這個50抽我就是中了一個 中了一個大老鷹 然後一個斯克雷格 還有一個埃隆 埃隆的話 正好可以上個子家 欸不對不對喔 埃隆 看一下 是誰要先上百啊 我有留一個金家的 我本來想讓 讓小楊上百 因為小楊比較好獲得 可是我的埃隆 埃隆跟他有緣的話就上埃隆好了 埃隆畢竟是阻力喔 好吧 讓埃隆上紅嗎 因為上紅之後 埃隆的冰就可以 就可以板架冰冰凍住2秒 而且埃隆在高階也換得到 好 決定了 埃隆上白 上紅啦 沒那麼快 OK 太好了 然後再看一下斯克雷格 斯克雷格 斯克雷格是赤子加 好吧 繼續存 因為我的目標是要讓獅子上白喔 斯克雷格 克愛索斯 還有獅子 還有大老鷹 還有薩菲亞 所以我決定 可是 我已經有大老鷹的話 我就可以不用那個 那個魯米蘇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在推塔的時候你碰到希爾維娜 希爾維娜會去切法師 所以說你如果說只有單隻法師的話 希爾維娜無論如何他都會去切薩菲亞 那薩菲亞就開不了結界 而且薩菲亞很容易死 可是你如果有另外一隻法師 譬如說老鷹啊 或是魯米蘇的話 你只要把防禦力調整成比薩菲亞低的話 希爾維娜就會去切他 那這邊我就稍微合一下 魯米蘇吃掉 吃掉 吃掉吃掉 然後再來 OK 獅子過來 獅子需要更強的對手 好然後這樣子的話我的滿血至少還有5隻角色可以 可以打 可以打那個那個種族塔 好上來了 那這樣子我的滿血種族塔起碼就是還是可以上5隻喔 看一下我的滿血5隻 獅子 可愛所思 然後斯克雷格 然後薩菲亞 老鷹 不錯不錯還不錯 然後薩菲亞依舊是目標要列上去的主角 但是薩菲亞目前獲得的管道也是只能靠抽 因為這次高階放的是趴趴熊 是趴趴熊啊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這個設計喔你看喔 光法 光法是主要的角色 然後安丹德拉 埃隆 埃隆是非常非常主要的角色了吧 八燈的話活動也用得到 然後 好 女僕不用講了啦 要光三保女僕 殺人王女僕 在後面少少地噴出個盤子就可以把人家秒掉 然後洛桑也是一兩隻上活動好用 伊莎貝拉就比較尷尬 因為你練了女妖大概就比較不需要伊莎貝拉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蠻血他選誰了 第一個魯米蘇 第二個安丹德拉 第三個趴趴熊 這我就不用講了 你看這其他人的角色 那個阿塔莉亞跟埃茲我們就不講了 福克斯 光法 埃隆 女僕 有這四隻角色 你叫其他人情何以看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蠻血真的是 辛苦啊 好那個斯克雷格起碼跟科艾索斯起碼在迷宮三殿可以換得到 所以說可能就是蠻血的話 雖然我覺得狼人真的是必戀 也不是說必戀啦 狼人我覺得他可以 他可以當一個附坦 然後老鷹 老鷹也是 也非常值得期待 但是這兩隻的獲得管道現在是沒有 所以你還不知道蠻血要練什麼的話 我建議還是把斯克雷格跟科艾索斯放到你的那個 放到你的那個角色池裡面 起碼前期打那個 推那個種族塔的時候加減用一下 不然你可能生都生不上去 因為在高階競技場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拿那個高階幣去換 盧米蘇 安丹德 啪啪熊 這三隻 因為這邊有更多重要的角色需要換 好那這個真香影片就到這邊 生日狂歡50抽 可是不管怎麼樣最近的這一些 官方的一些動作 事出的訊息都可以知道說官方其實很重視這款遊戲 然後這邊 台灣也可以看到一些電視廣告 不斷在露出 好所以說我們就期待遊戲越做越好 然後越給越香 那這樣子大家才會 對這遊戲更加有信心 好那我是阿天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